臺灣北區縣城皇廟 上個月二十五號大駕出巡 遭到巡邏員警驅趕 並且以警車庫應器來對廟方喊話 說沒有申請路權 不要假借神明的名義 怪力亂神 這番言論引來了民俗研究者 還有宮廟人士的關注 認為沒有尊重在地的民俗文化 現在正反意見在網路上也掀起熱議 巡邏員警晚上九點多 看到宮廟人員在落盡 將人攔下來詢問 才知道是北區縣城皇廟大駕出巡 事件發生在上個月二十五號 由於廟方沒申請路權 警方一度以擴音器向廟方喊話 不要假借神明名義怪力亂神 這番言論一出引發議論 民眾看法不一 文史工作者解釋 大駕出巡是在幫民眾處理事情 也是臺南特有宮廟文化 光市區就有一二十間廟還保有這樣的傳統 而且初巡通常沒有固定路線 但警方也解釋事發的中西區中義路跟中正路口 當晚正好遇到這陣子很熱門的南美館殭屍展開幕第一天散場 部分信徒違規狀況阻礙到交通 警方為延遲不恰當檢討 也建議宮廟可以事先聯繫警方 而文史工作者也建議宮廟雖可能難以申請路權 但若事先向當地警局報備 也能讓警方派人協助維持交通秩序 讓法規及在地文化和平共存 記者陳華宜許正俊臺南報導